德州在24号的罗伯小学枪击惨案公布了更多案情细节 名为拉莫斯的18岁枪手 携带一把手枪 一把AR-15半自动步枪和大量弹药闯入校园 德州公共安全部25号表示 拉莫斯把自己跟19名小学生以及两名教师关在同一间教室 并堵住出入口开始扫射 这些人已经证实全数丧命 案发当下警方在校内巡逻疏失声 也设法强行进入枪手所在的教室 随后将拉莫斯击毙 当值补充目前还有大量疑问尚未获得解答 譬如拉莫斯的确切犯案动机 以及他是否锁定罗伯小学或是随机犯案 拉莫斯在此之前也没有犯罪记录或帮派连结 他在住家枪击祖母让对方的脸部中弹 就连邻居都在当下听到祖母的尖叫声 66岁的祖母目前还在抢救中 而拉莫斯的祖父也做出表态 综合几位知情人士的说法 拉莫斯小时候的好友透露 他在八年级前都表现良好 形容他是善良害羞的孩子 然而拉莫斯患有语言障碍 说话结巴且口齿不清 因此以前在学校经常受到严重霸凌 另一位朋友则表示 拉莫斯的行为逐渐有所变化 譬如会拿刀画自己的脸 或在车上用气枪随机攻击路人 邻居也表示 拉莫斯和母亲经常互相对骂 有好几次严重到惊动警方到场 一直到今年三月 还和拉莫斯一起在素食店工作的同事透露 他的态度有时很粗鲁 会带着恐吓语气与他人说话 拉莫斯在上周年满18岁后 合法购买了步枪 也是本案最受关注的重点之一 德州州长在25号召开的记者会 被民主党政治人物欧洛克打断 抨击州长对于当地枪支法规的无所作为 还直言这起惨案要算在州长头上 欧洛克随后被请出记者会现场 但他并非唯一一个在枪支管制议题上 有着强烈意见的公众人物 NBA金州勇士对总教练科尔拍桌怒喊 喊出不少受害者的心声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在白宫表示 过几天就会启程前往德州 在各界关注美国枪支管制的此刻 拜登也在25号非裔男性弗洛伊德之死 两周年纪念日当天签下行政命令 试图改革联邦与地方警务 当中规定所有联邦机构 收定关于武力使用的政策 并且成立全国资料库登记那些 因为不当行为而被开除的警察 还拨款鼓励地方远警 限制索猴和押警数的使用 在推动警务改革之际 拜登也再一次呼吁国会 立法加强枪支管制 别让近年越来越频繁的滥杀事件 成为美国人民的恐怖日常 华语新闻刘清文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